中央老師的指示 小朋友們學習巨竹子 拿著成品興奮極了 我沒有試過 我是第一次騎 我也沒有騎過 第一次就大成功 接著國小與五人國小老師 帶領班上的學生 前進農場動手實作 從巨竹子開始 到竹筒的完成 全都自己來 在這個戶外教育之中 然後透過實作去了解說 巨竹子或者是說採竹葉 然後去製作竹筒 然後一個完整的過程 然後來學習說竹筒飯的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流程這樣 農場主人仔細示範 如何成功做出不掉米粒的竹筒飯 運用竹葉讓小朋友們動手動腦 也是這邊 這邊 這邊 最主要是讓小朋友去學習說 如何去選擇我們要做竹筒的竹子 然後再來 學習如何去鋸竹子 因為以小學這個階段 他們還沒有使用過竹子 然後也是教他們如何正確去使用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做竹筒飯的過程中 然後那麼也需要去摘一些竹葉 然後去綁那個 就是要封蓋的時候綁繩子 可以去訓練小朋友們那個 手的一個靈活度 那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讓小朋友去學習 其實我在我們的大自然環境中 其實有很多的即將淘汰的竹子 我來做使用 利用即將重生的竹子 竹葉 讓生態循環不息的理念傳遞下去 同時也藉由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教育方式 讓孩子們更能珍惜食物擁有 認識植物 感受大自然 在大金農場主人王國偉老師的帶領下 造讀淡蘭古道中段的暖暖段 學員們認識步道上的植物 與這片土地連結 摘下來大概這樣的程度 然後放在水中清泡 大概清泡兩天半到三天的時間 它裡面的色素就跑出來 就釋放出來 讓色素跟石灰充分的結合以後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拿下沉 論事大金後就要進行懶懶創作 聆聽著溪水潺潺流動聲 讓心靈與大自然合而為一 在國家文化技藝庫重要工藝師 王國偉老師的懶懶技巧分享下 學員們發揮創意 製作雜書衣 在綁部進懶後展開創作的那一瞬間 感受到大金懶懶的藝術魅力 我覺得這個活動就是蠻有趣的 因為從一路深開始就是有個步道 先從每一步跟植物的一個小認識 然後開始跟這個土地有一個親近的感覺 好像在就是自然裡面找到新的自然朋友一樣 然後之後再來找做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一個小作品 對 然後那種感覺有一種很像在把三菱的記憶帶回家的感覺 想要住在這裡 不要回美國了 就是光聽就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這個大自然的這種資源啊 取之不盡 用之不決 這場結合大自然美景與藍藍的創作 開啟了與自然的對話 讓大家與這片土地 文化有更深度的連結與認同 這種方式是古代鮮明在做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因為產量很大 所以才有三圓一方 那圓的就是清泡 再清泡 清泡三天以後 然後把五十葉撈起來 然後加石灰來用打燃 用來衝擊 讓這個攝氏來跟石灰充分的結合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層 達到沉澱的目的 好好好 好好 厲害的喔 真的厲害的喔 暖暖的大金藍染曾經是世界 非常重要的農作物 它是藍染最後可以做成藍釘 然後台灣過去曾經在 1850年到1880年之間 台灣光是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藍染所佔的產值 就是當時的全台灣第一名 而且連續很多年 下去衝出去 下去衝出去 要紅錢還是很深 有喔有喔 我有藍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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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 金龍市長謝國良 特別到了暖暖的大金農場 參與傳統藍染的打籃體驗 感受百年前暖暖鮮明 在這邊辛苦的工作樣態 市長也期待這樣的一個 充滿在地傳統文化的活動 相當符合目前世界低碳旅遊的趨勢 能夠再度打響暖暖的名號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暖暖大金休閒協會 跟他們一起來這個打籃 然後把這個過去傳統古代的這種紡織 染疹的產業我們自己親身經歷我覺得是非常棒 因為現在大家都講求永續 然後大家越來越環保 所以我們用這種復古的方式來製作出這種染料 我覺得也相當有意義 那我們如何把它這種宣導成讓外縣市都可以來這邊來體驗大自然 跟體驗這種古代在做染疹的方式 我覺得也是未來的一個觀光特色 我們應該要結合我們在地推廣的協會 好好地把它變成一種觀光產業的內容 其實就是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體驗到 一百多年前的台灣我們的農業是如何被加值 而且我們的農業是如何的興盛 而且甚至可以成為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第一名 這件事情其實不只是在台灣的主題是認同上 而且也在在地文化的認識跟認同上 其實都會帶來非常非常重要的認識 暖暖大金農場也是淡蘭百年古道北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 基隆社區大學未來也會配合更多的推廣 讓暖暖在地產業能夠結合更多力量來創造在地的商機 所以我們在大金的教育推展上面 社區大學在這個部分的課程 還有一些所謂的體驗活動 我們就結合大金農場 我們希望說讓整個暖暖蘭這一塊 未來能夠跟三峽蘭並駕齊齊 因為我們的整個天候環境更適合大金的生長 那我們看到三峽他可能有包括中芯 旅客服務中芯 然後產品的一些工坊 我覺得我們除了在大金作為基地 或許未來接下來在整個藍蘭街上 甚至包括我們在黃大石文化館 也可以作為整個延展出去的 整個藍蘭產業的一個推展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有待後續大家的一個攜手 讓整個過去曾經在台灣的外銷上面 占最重要的一個藍訂 藍蘭能夠成為我們暖暖區 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地產業在地文化 暖暖大金藍染戰 廢棄不用的筍殼在青年工藝師藝術家的創意巧思下 有了新生命 使用好看的筍殼燈孕育而生 主要他用到的材料是我們這邊農產的一些農費再生的部分 就是筍殼的部分 我們希望他可以做循環以後還可以做工藝 然後融入生活 很難得可以來到大戰還有農場裡面然後做燈 而且第一次發現竹筍有龍毛 而掉落不用的筍葉又可以如何以整新的面貌出現呢 就將它收藏在紙上吧 就是纖維工藝 然後我們密食那個植物的天然纖維 再跟我們一般的家用廢紙打成薑之後 稍微只是這樣輕輕的一晃 做成再生手工紙 運用竹子當容器 製作吹蒸出的筍子飯香氣十足 好好吃喔 綠竹園山鼠農場選用當令食材與在地農產 野色午餐的好滋味讓人精神大振 有加一個南瓜 然後田農水 對 然後還有豆腐 結合青年工藝師 藝術家 文史工作者 透過跨界合作 開發基隆不同於以往的休閒農業深度體驗 遜可等 敲打神 敲響山間綠工藝食農共學 讓基隆學習型城市計畫 與這一片土地 文化 有更深度的連結與認同 基隆中原祭典中 讓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用鬍子做成的各式水燈頭 為了讓民眾了解鬍子這項傳統工藝 基隆市文化局特別在黃蠟石文化館 策劃鬍子美學印象展 邀請林天丁 李清榮 吳登星藝師 展出了獅頭 神像 燈籠等鬍子作品 吸引不少民眾到場欣賞 因為小時候就在基隆長大 對基隆中原祭是比過年還要重要的事情 小時候也會跟著家人一起帶著紙箱鋪的路邊 一起看著中原祭的遊行 期待看車上很炫麗很漂亮的水燈頭經過 就很想要湊近的看 因為自己本身對手工藝還有一些傳統文化方面很有興趣 也因為這次李清榮老師有來這邊參展 還有其他藝師也來參展 對這些手工藝的東西很有興趣 所以想說來這邊看看 那我們也會打造更多更好的環境 來給我們所有愛好藝術文化 跟親子娛樂的朋友來跟大家共享 讓大家在基隆工作生活念書之餘 都能夠在這個我們基隆這個家裡面 感受到更好的一個環境 我們今年這個展的主題是 古爪紙糊類的一個介紹 那為什麼會做紙糊類 其實是跟我們基隆中原祭有很緊密的關係 就是我們需要有這些紙糊類的作品 就是我來幫助盯的追頂頭 然後還有的就是叫點時期要使用的 這些叫點的器物 包含了四大元帥跟三神土地 還有大士爺等等的 這些都是透過紙紮的一個技術 把它形成的 那這個是今年設定紙糊的一個目標 就是一樣是要跟基隆中間做連結 那我們的主題訂做記憶記憶記憶 當然很敖口 其實它源自於我們基隆的這169年的祭典裡面 它的一個百年的記憶 然後還有我們這些作品裡面賦予的 這是我們對於這些先人 或者是這些好兄弟們的一個關懷 所以是記上我們的心意 再來這記憶指的是這個工藝 就是我們回到我們這個古爪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技術 就是它的技術怎麼樣的去保存跟推廣 好 那我們這一次因為跟這些醫師的關係 所以我們邀請了李清榮老師來擔任 我們的這個主要的展展的一個醫師 然後還有林天丁老師兩位 紙紮的東西它本身它的包含性相當 相當廣闊 無論任何材料它都有辦法 選擇上去 平常你講 承接的問題的話 相當困擾我們這一代 不能像以師傅教徒弟的心態來講 要以老師教帶學生的心態來講 由學生發問題 老師我就幫你解決問題 對於文化局的用心結合基隆中原季 讓民眾有機會認識胡紙公益 獲得各界的肯定 我們這個藝術是打造城市維改的工程 所以我想保存傳統的記憶 才不會讓我們忘記我們基隆人 忘記我們基隆人自己是誰 那基隆中原季長期在大家推動的歷史下 已經有這個160多年的歷史傳統 那身為基隆人 我們對這個記憶點是感到非常的驕傲 那這個是傳統的藝術我們的紙壺 過去呢大家可能會想到很多鬼神 所以讓人家一而遠之 那傳統的紙壺藝術其實是飽含 對人的精神 對世界的敬畏與尊重 是傳統道德的展現 那要謝謝我們的市長還有我們的局長 不斷的在這一些 能夠運用的場域上面 不管大還是小 盡量的豐富我們裡面的內容 讓我們在地 特別是藍藍的遊戲 今天很多別地別區的區長 都到現場了 這是藍藍的光榮 我想黃蠟石博物館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在基隆扮演很重要的一個 文化傳承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我想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當初剪指的 傳統的技法以及新的技法在這邊交流 還有我們很多傳統的一個藝術活動在這邊進行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特別的記憶 能夠喚起更多人對過去先人的這個生活的許多的想像 這次胡植美學印象展不但讓民眾有機會深入了解胡植之美 也讓更多人重視到傳統工藝面臨的困境與傳承 這本獲得首獎的羊羊和蔓蔓金 從兒童的視角深入前出的傳達海洋保育與尊重生命的重要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特別將繪本製贈給台北市 新北市和基隆市 共418所國小 期待透過繪本藝術落實推動海洋人文藝術教育工作 宣揚海洋保護與聯合國2030年的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這個繪本已經進行到第三年 第四年了 我記得去年我們的繪本是沒有文字的繪本純純圖像 那今年我們改變的就是用金屯做這樣的一個主題 友善海洋會本甄選成果發表 即贈書儀式上 市長謝國良與議長童子偉都親自出席 很多國家其實他們真的都會把減碳跟環保 當作是最重要的一個要務 我只要去國外我都有很濃厚這種感覺 如果不好好保育的話 我們的地球我們的生態以及我們的海洋 未來都會不復存在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陽明海運 這個拋磚引運 贊助了我們這個活動 也贈送了非常多好的書 我想讓小孩子認識海洋 習慣海洋 更進而知道海洋 然後如何運用海洋 然後海洋保育的精神 我想在基隆 我們是一個不可破缺的一個元素 陽明這一次也攜手 國內六大博物館 及中華金屯協會 齊心推廣海洋保育 希望透過各種合作夥伴的關係 推動優質教育 讓更多人關心及參與到 永續發展的議題 對於這個漁港顏色畫展 鄭開祥說 這是他一年走會基隆之後 給基隆的情書 從不同角度觀察的感受 跟豐沛感情都在畫裡面 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基隆的魅力 我覺得基隆很有它獨特的一個魅力 就有時候那種魅力有點難去形容 也許是有點老舊的感覺 或者是下雨的那樣的一個憂愁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實際上在這邊感覺到的 更多其實是 我覺得基隆它是有很多顏色的地方 在太平山城看著世界的船舶從眼前經過 這個側展是在太平山城驛站旁的一個紅磚屋 在這個特別的一個場域裡面 看見城市畫展 呈現非常特殊的人文情懷 可以讓心靈慢慢地沉澱 看見一個不一樣的基隆 這裡是太平國小 也就是太平青鳥下面的太平山城 那我們在這邊大概有一段時間是太平山城驛站 目前正在舉辦一個 漁港顏色正開祥的畫展 而這個畫展其實大部分都是 關於基隆的一些顏色風情 還有包含這個山城的一切 非常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到這邊來走走 當你從火車站出來 然後沿著波渡要往太平青鳥走的時候 其實就在半山腰 你會看到我們 然後會看到這邊非常可愛的 一些植物也好啦 貓咪也好啦 老人也好啦 還有這個很重要 很漂亮的一個展覽 可能是我覺得氣候可能也在改變 然後一般大部分的人提到基隆 都會覺得說它就是一個很多雨的地方 可是實際上我在這邊住一年多 下雨的天數坦白講沒有我想像中的還多 然後更多的反而是看到很多藍天白雲啊 或是很漂亮的海跟很漂亮的山啊 郵輪啊 所以我把那些體驗到的一些生活的顏色 把它畫成了我的這次的一個展出這樣 這間太平山城紅磚屋 背後還有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本來是一個阿嬤的家 但是阿嬤年紀大了 獨居行動不便 需要長照 所以有一位好心人把它買下來 成為社區藝文展點 一方面也讓阿嬤有能力去接受長照的安養 這個房子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話 就是很難得的在現在的時間點 我們還看到一個這樣子的紅磚屋 那原本住在這邊是一個88歲的老阿嬤 她是一個獨居老人 所以當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跟她維持很好的關係 我們常常會來陪阿嬤吃吃飯啊 陪她走走路啊之類的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阿嬤染疫了 身體不好了 所以家人就把她接到了安養中心去 而這個空間它就空了下來 是一個跟山城很多房子一樣 是一個閒置的房舍 那我們想說在這個地方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它現在就變成是一個成長的空間 未來可能也是我們辦很多活動的一個空間 那一方面是剛好我支持的展 那個作品有非常多 大概一百多幅 所以分成兩個展場 那這兩個展場我覺得她 她所在的地方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一個是在山城這邊的這個阿嬤的這個家 那一方面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透過就是說來看展的這個過程中 她會有機會走到這個山城 然後她會走在那個有點波道的階梯 然後甚至在山城裡面迷路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山城的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魅力所在 然後另外一個展場叫原山美學 然後它是位在一個人愛市場的旁邊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當大家去逛市場的時候 他可能會忽然發現 這邊怎麼有一個這麼漂亮的藝廊在 這麼漂亮的藝廊在這邊 就進去看的時候發現裡面展的東西 都是在地道地的一些生活的畫面 那我覺得她可以馬上去感覺到說 其實基隆這邊是很有藝術的創作力 然後也會感覺到說在地的人 其實是非常有藝術涵養的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進太平山城 給自己一個放空的時間 來看正開祥的畫展漁港顏色 透過一文的角度 一起感受基隆獨特魅力與美好 即使走到迷路都值得 搭電梯直上約20層樓高 就來到文化局與遠見雜誌 攜手合作打造的基隆塔遠見人文空間 這座空中人文書店 區位獨特居高臨下 讓人沉浸在山海城當中 帶給民眾很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感覺還不錯啦 基隆難得有這麼好的一個景點 以前都沒有在這邊玩過 現在你在拍照 這種空間你覺得如何 可以啊 你看外面很漂亮 你看到沒有 副市長邱佩玲 馬上成為書店的消費者 用行動來支持 希望這邊生意更好 看起來很可愛 都是動物的 很可愛 很療癒看起來 很舒服 而且副市長 是不是幫我們講一下說 來這邊的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呼籲大家以後多來 其實在上海的 在台北的我常去 那我覺得台北就是一個 很好大家聊天的空間 能夠把這麼好的一個遠見 移到基隆 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那剛才高教授也說了 遠見其實是應該動詞 讓我們大家更有遠見 我覺得在這麼好的地點 有這麼好的一個讀書跟買書的環境 是基隆人所需要的 開幕現場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跟許多議員和貴賓 共同來開箱這個人文空間 大家對於這裡的景觀跟設計巧思 覺得很驚艷 這裡除了陳列一些具有國際視野 及在地人文選書 讓民眾閱讀之外 也會邀請不同領域知名作家 舉辦閱讀講座 這個非常謝謝 這個謝市長的邀請 是我們在台北的人文空間 有機會到基隆來 那麼市長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愛YouTube的人 這麼多年在美國念書工作等等 永遠沒有忘記 讀書在他那個年代都重要 任何年代都重要 我自己一輩子是讀書 教書 寫書 而且也出版書 那麼任何人說今天我在基隆 會不會好像偏僻一點 不是在台北市 No not at all 你現在在基隆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比大多是欠缺的 因為書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現在這麼樣的方便 那麼有了這麼一個好的空間之後 可以邀請到那些作者 親自到這兒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大家透過大家彼此見面 討論 聚會 把基隆變得更有人文的食材 而且這個環境是那麼的好 居高零下又看到海又看到建築 基隆人非常非常幸福 我們謝謝高教授創辦人 跟我們這樣子的一個人文空間的合作 能夠大家共同的來邀請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邀請更多這些遠見 國內外都是最著名的作者 可以到基隆來做簽書會 做新書發表會 讓他們也認識基隆 但是透過他們也讓世界可以 多跟基隆有個連結 好 謝謝 市長對於這邊的空間設計 您看了之後感覺 我覺得很明亮 那跟空書又有不同的對比 那這邊的確就是一個很好的閱讀空間 非常棒 另外 市長謝國良也參觀 位在基隆塔最上層的空書屋 這裡融合了文化餐飲 結合書箱 茶箱與美食 也成為基隆塔的另一處精彩的文化空間 基隆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裡的小貓 熱情的在和你問好 謝謝予告 at the next level 在這邊 如果展示中 我們在陸上 我們在聊天 我們在那裡